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各位今天是8月16日 今天提早了《如是我問》 今天為什麼會提早呢 因為我有少少私事 晚一點的時候要再做 所以提早了廣播 今天的題目是講《撒門》 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 因為剛剛看完《女王》 去完阿馬遜河流域 他在節目裡面講到 阿馬遜河裡面 在旅遊的見聞裡面 有沙文撒門 所以我首先準備和他 在《如是我問》的節目裡面 講解《撒門》 還沒講解之前呢 希望大家有一些基本觀念 其實呢 我在《香港電台》 《一台》的節目呢 有一晚呢 就和國莊教授和馬遜沙 都講過《撒門》 但是呢 這次不厭其煩呢 再講多一次 《撒門》 就是關鍵詞 那大家呢 可能聽完聽過 但是呢 也可能沒聽過 那因為學校是不教的 什麼叫撒門呢 所以呢 我又在這裡 和大家呢 就 用很簡短清楚的方法呢 介紹一下 那 沙文撒在撒門教呢 在廣義和俠義來講呢 都有它的定義的 廣義來講呢 就是一種 拜天的宗教 就是民間宗教來的 那他們的假定呢 就是萬物有靈倫 那我再特別詳細說 什麼叫萬物有靈倫 那合意來講呢 就是在中亞、世亞裡面呢 有些地方 在荒蜜的沙漠在草原上 有這種這樣的 民間宗教 在現在還有的 在中國來講呢 沙漠教呢 也是流行於 蒙古族 呂真族 就是以前的滿洲 和很多少數 在東北 和這個西北 的遊牧民族 他們都是信這個 這個沙漠教 好了 那麼 介紹完沙漠教的定義之外 後呢 我就會 介紹一下 剛才講了這個詞 叫做萬物有靈倫 是究竟是什麼事來的呢 萬物有靈倫呢 這個觀念呢 在很早以前已經有了 在考古人類學裡面呢 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名字 先入先民呢 我們的先民 無論是居住在哪裏地方的 亞洲 非洲 歐洲 或者北美 他們的 我們的祖先呢 都是相信呢 所有的物件 都是有靈的 有它的靈的 那麼 舉個例呢 譬如 中國人呢 都相信 行雷 上班呢 是有個雷工 主導的 閃電呢 就有個電舞主導的 甚至乎呢 每一個社職呢 社會那個組織呢 後面呢 都有它的社職神 那麼這些呢 石 都有它的石神的 那麼很多呢 就 拜石禁當 石禁當呢 就是石的靈魂的主宰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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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的 遊牧民族裏面呢 他們所遇到的 自然的環境呢 更受到 很大的 影響他們的生活 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 影響他們生活 對生活的態度 那麼所以呢 他們都 認為後面 這些萬物萬事的後面 都有一個神靈 操縱著 他們會有一種呢 叫做 超自然的能力 這些超自然的能力呢 是驅使到這些事情發生 有原因 而且呢 是 跟人類 跟我們 住在當地的人 是有莫大的關係 那麼這個萬物有靈論呢 影響到呢 我們 我們的祖先 或者是 薩銘教的 相信這個 薩銘教的祖先 都是 崇拜 或者尊敬 或者敬畏 這些神靈 這些神靈 而希望這些神靈呢 能夠 保佑他們的生活 那麼很多人呢 都讀過了 古書裡面呢 講 河伯 河呢 泛南 他說裡面 有隻 精靈 叫做 河伯 西門炮照 志業呢 裡面呢 也有講到 河伯取婦 那些神棍呢 騙一些香文 說呢 河伯呢 每年都要娶個媳婦的 這種這樣的傳說呢 古今中外都有的 而很多人呢 也相信 這種這樣的超智力量的控制 或者要收買他們 那麼 在講回 萬物有靈論呢 因為 每一個 民族 或者每一個地方呢 都相信 他們的祖先都相信 有萬物有靈 於是乎呢 就設立一些儀式 來到去安撫他們 安撫的意思呢 其實呢 就有敬畏拜祭的意思 所以每年呢 都有規定的時間呢 來到去祭祭祭祭他們 比如中國這樣 祭祭天 祭祭地 甚至乎在外國有敬畏太陽 也要安撫月亮 也有拜太陽拜月亮的儀式和禮節 風火更加熱 影響到他們生活的很重要的元素 當時很多人不相信自然界的規律 現在相信 因為理性的主導令我們知道 原來月食 日食 風 火 甚至有番巨浪 海嘯 地震 這完全有自然構成的原因 萬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活動的原因 當然有很多我們還未能夠徹底知道 但是在理性上 我們有科學的想法上 已經使得我們人的生活進步了 但仍然是有很多民族 很多地方 仍然是相信萬物有靈 好了 因為萬物有靈 所以就有薩滿 薩滿這個字 原來就是一個 在中國來說 是毛的意思 這個毛字 我曾經講過 中國的毛並不是西方的毛的毛 其一條數把可以飛上天 又好像哈利波特裏面的學校那樣教毛術 中國人的毛是比較可以說文明一點 中國人的毛是跟最早的字在金文或者在算書的時候 這個毛就是跟那個母字 如果有母的母字 和跳舞的母字是相通的 即是換句話說 毛同時是可以掌握有和毛 亦同時他們的表現是以母道形式 在西方來說 或者在外國來說 毛的薩滿也是以母道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信仰 和表達自己的意思 他們這種所謂薩滿或者是無私 最主要的功用在社會上就是人和神 他們的神的溝通的中間人 不是普通人是可以跟上天或者神靈溝通的 他們相信是有另外一種人 另一種天賦的品德或者他們的技術 能夠跟上天或者他們的神溝通 也透過他們的溝通能夠獲取天的意思 我們有用過神語 也可能將人的意思上達於天 希望天苦聽 憐憫 所以在毛的作用裡面 它不是單止是溝通的工具媒介 而且可能還是醫治的媒介 所以殺本教裡面的毛的殺本師 一般來說都做了這種醫療工作 他們是會用他們的土法來治療他們的人民 最出名的就是藏醫 在西藏最初未到佛教前面是本教 草花頭做過本 本來本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的藏醫 到今天仍然在醫治著很多藏人 而且有效地去醫治 和我們中國的漢醫或者中醫都是相應成趣的 好 殺本教的另外一點的特點就是求神 求神的作用剛才說了 是希望神靈萬物有靈的靈 能夠幫助他們得到幸福 這是一種祈福的作用 祈福在中國的民間信仰裡面 都經常會形容的 好像我們希望我們的神靈可以保我們的住宅 就是我們的住宅平安 子孫相成 繼而推展到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的信仰祖先上也是一種 早期的萬物有靈倫的圍存下來的 祖先好像離開了我們 死亡了 但是他們的靈魂仍然會和我們一起 在一個大屋或者一個故居裡面居住 而且人們相信他們是會報蒙 而且是在必要時出手 來保護我們 抵抗一些外來的侵襲 這個古已有之 在中國的古代相信祖先的顯靈 也是萬物有靈倫之一 當然很多外來的宗教都反對 因為認為這樣是撒旦的做法來的 除了這個世界 除了上帝之外 沒有其他能夠有這樣的團力 但是在中國的古代 一直直到現在的尊重祖先 除了他能夠保護我們這種力量之外 還有一種敬畏尊敬他們生命的賤俗 使得我們能夠有今天的生命 我們要喝水師緣 記得他們的存在 好了 今天上半節講了這麼多 下半節繼續講撒滿 下半節講了…… 下半節就能夠為的 後方來了 下半節又保護我們 下半節就選上一 下半節就好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